因为他是醉酒的两年嘛 从这以后 两年是醉酒 就是那时候 大一大二跟他在一起 然后大三就开始自己要坐公车 因为没人接了 然后从那之后 我每个都没有超过七个月 所以七是一个魔咒 对 人家是七年 我是七个月 就七个月之内 都很容易看到一些弊病 其实说不够挨干净 但难免在某些时刻 还是会有一些比较 是跟那个男生比较 觉得你既然又没有他浪漫 然后又有这些小习性 是我觉得不OK的 就会分手 比如说男生的生活习惯 我很在意 然后比如说男生 爱打电动 就是这样讲一讲 会不会真的就没人接了 我还要讲吗 就是在两三个月 可能会发现那些习惯的时候 就会觉得 好吧 没办法 是不是你都没有这么爱这些人 我有时候也在想说 对 为什么以前的 就是我说很深刻的那一人 其实他也不是这么爱干净 可是比如说我说 你衣服为什么乱丢什么 然后他就会 跑过去跟衣服说话 他就说 哎呀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然后就自言自语地走掉 那你就会觉得很可爱 好吧 不要生气了 可是 因为你刚刚讲 其实基本上 他突破你很多界限 你不喜欢翘刻 你不喜欢干嘛 你妈很保守 但是好像碰到这个人通通没辙了 都变OK了 而且我后来在跟朋友叙述当中 然后他们也发现 我只要讲到这个人眼睛就有爱心 对啊 那还是蛮难忘的啦 我们看一下你的 你的理想另一半的条件好不好 好哟 大家仔细看啦 这么棒的女生竟然单身七年了 好 男人看过来 有很多吗 好多条 算是只有六点 但我觉得每一点有都很不容易的 女生最喜欢的要孝顺 对 孝顺 孝顺这次我会觉得很基本 然后年纪比我大其实 这个门槛很高 还要续 你在说一句 对 看来一下我刚才讲 要续胡子啊 一定要有胡子喔 等一下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以前真的会有外表的条件 可是现在其实身高外表 我都觉得没关系了 所以一可以不要看了 对 然后续胡是因为 我就喜欢那种有艺术家特质的男生 但是现在也觉得无所谓了 但孝顺一定要 再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件事 什么样的问题 这件事情我觉得 你说解决魔术方块 要解决哪方面 太容易 我觉得小到就是譬如说 我很讨厌男生 就是会踢球的问问题 譬如说 今天要吃什么 然后他就说那你决定 然后好 那我又觉得说 没关系你就随便想 你想吃什么就好 他说可是我又怕什么 然后又把问题丢回给女生 小到这种选择的障碍 我是不能接受 然后大到我觉得 比如说我有一任男友 他其实是 他的家世是不喜欢女生抛头露面的 然后他就觉得我就是演艺圈的人 那他就会想说 那他也想结婚 然后就问说 我可不可以就是不要演戏了 不要出现在荧光幕了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就是在测试男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要么说服你的爸妈 要么说服我嘛 那他今天没有办法说服我 就是要去说服你的爸妈 可是他没有 他是直接把问题丢给我 他说你觉得怎么办 然后我就说 那不然你觉得我要怎么办 一个月给我一百万 我立刻不要演戏 无限都包养我嘛 但我又不是为了 演戏还是为了钱 没有啊 不好意思 就因为这工作我已经做了 就二十几年了 这第四点是正对你刚刚讲的 那位男朋友啦 因为他就是有解决问题的本领 对 然后我就觉得他没有 然后又要我就是隐退 所以我就觉得我做不到就分手 然后 第六点永生崇拜 这个永生崇拜是 这很多女生可以理解吧 你那就是耶稣嘛 耶稣 我是妙长之类的 没有 因为我觉得男生一定要有 让女生崇拜的点 你才能够爱他一辈子 可是他这个点 我想问一下男性朋友 你们这样 Santa你会觉得 这个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吗 会吗 你说永生崇拜吗 而且不能示弱 我不能示太弱 我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 有时候讲一些心里话 难免还是会 讲出一些自己的弱点 是 对啊 那那个时候你可能还是要接受 否则我会生气 讲 你是不是爱已经翻白眼了 对对对 没有 可是像你刚刚的那样 讲的语气跟方式 是我觉得很理性的 我就能接受 可是如果你是说 坐在地上大哭 或者是 就是 很像妈宝的那种 这不是肯德鸡 这不是肯德鸡 之类的 对